好接着来看看三岁的小孩怎么能够一个人让他留在家里面呢 在云林真有这个糊涂妈妈 他到医院探病 结果呢让孩子自己在家里 小男童没人管就自己开门跑出来 一个人在大街晃非常危险 幸好有人发现了赶紧报警 8号晚上11点多监视器画面里头 一名小男童身上只穿的内衣和内裤在大马路上晃来晃去 被餐厅老板发现报警处理 两个小时之后妈妈才赶到警局把小朋友带回家 重庆警察局紧紧抱着儿子 妈妈终于生了一口气 原来这个糊涂妈妈出门到医院探病 竟然把三岁大的儿子独自一个人 又在家里 三岁的小男童一个人在家 一时好奇就跑去按铁卷门的开关 门开了小男童跑出门逛大街 因为我们是说他不适宜在 孩子不适宜在没有人开除 尤其是这种会有发生危险的 糊涂妈妈留小朋友一个人在家 除了危险还违法 因为依照儿童福利法第34条规定 家长不可以留6岁以下的儿童独处 最高可以处新台币1万5千元 幸好小男童及时被热心的餐厅老板 发现报警处理 不然在外游荡遇到坏人 那可就糟了 总体新闻江戴景云林报道